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留下 这个台湾的祖谱 我们已经都把它整理 拍成被子打 还有福建的一部分 我们就捐建给这个学医政络会 那我一直呢 在从事这个两岸的祖谱的收集 因为我们有一个责任跟使命 我们希望把这个两岸的祖谱 把它串联起来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管道 渠道 让台湾的同胞 他们来大陆寻根的时候呢 有所帮助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们的祖先都是从这里去的 但是毋庸置疑 我们会在这方面更加的努力 因为两岸同胞 同根同源 这两岸的求俗教育需要 哪一个清晰的资料 只要问台湾的同胞 微信上画一个消息 或者是打一个电话 他们马上就把台湾的有关资料 就寄画给我 我应该已经76岁了 我会用更多的 有生的时间吧 把这项工作做到底 做得更好 我们为了就是做好 敏台历史文化的溯源 展示 同时呢 我们吸引台湾的团队 跟我们一起来讲好 敏台融合发展的故事 达到两岸的同胞 心灵的契合 敏台蝴蝶不仅承载着 敏台两地个性式家族 在海峡两岸 繁衍生息的历史记忆 更是一部反映了 中华文明在敏台区域 拨掩传承的红阔历史 像蝴蝶 像影像作品 像文献记载 都在叙说着 千百年来福建鲜明 闭路蓝旅 跨海肯荒的故事 佐证了两岸民众 血脉相连的事实